继续有非建制派立法会选举参选人 收到选举主任询问政治主张 收到选举主任信件的包括参加九龙西直选的岑梓杰 问题包括他是不是反对制定港区国安法 和反对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岑梓杰在区议会曾经提出临时动议反对恢复国歌法二读 选举主任问他同不同意言行显示 无意真正和忠诚地接受和履行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同样参选九龙西的民协何启明 和参选批发及零售界的张秀妍 也都说给选举主任查询有关反对港区国安法等的言论 公民党再多两个人收到信 分别是参选九龙东的谭文豪和饮食界的林瑞华 问他们现在是不是有意继续请求 美国外国政府制裁香港特区 还要解释宣称拿到立法会过半议席之后 否决一切政府议案的言论 解释如何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参选九龙东的黄之锋 在社交网站说已经回复了选举主任的查询 对于他是不是以参选来借助外国力量 对中国或者香港施压的问题 黄之锋批评是选举主任先入为主的指控 图谋撤销他的参选资格 又说将选举战线及国际战线连结主张 目的是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和其他议会联系 已经报名在九龙东参选的名单 还有邓家彪、黎荣浩、谭德智、李嘉达、 谢伟俊、胡志伟和梁海晴 九龙西已经收到的提名 还有李安球、陈海恩、郑永迅、梁美芬、 毛孟静、张坤阳、潘卓鸿和杨伟业 饮食界已经报名的 还有张玉仁和盧汉浩 《无线电视》就在李章谦报道